哈喽大家好,我是带您直达好电影的巫师 照顾励志参加残傲的姐姐 泱泱要打很多的零工 急急忙忙赶工不小心摔倒在地 看着女孩的擦伤 天阔提议带她去附近的医院 看她穿过大街绕过小巷 泱泱的双手无处安放 轻捏对方的衣角很快来到医院 还要继续送外卖的天阔 离别前索要泱泱的社交账号 冷掉的外卖被母亲斥责 要天阔通通斥掉 转身又向丈夫关心儿子的成长 天阔为了接近泱泱 总会为她留下最后的便当 感谢昨日的帮助 第一次正式介绍 天阔乐观的态度感染了泱泱 记录少女何许的微笑 吃到一半才发现囊中羞涩 天阔邀请她去看电影作为交换 可她忙碌的工作 却是许多的浪漫 短暂的交谈来不及的午餐 像只水鸟赶着上班 为游戎馆送外卖成了天阔的期待 她感受到泱泱对姐姐的关爱 为了即将到来的残奥会 泱泱要赚更多的钱 照顾一心训练的小夕 天阔看着她瘦弱的身体 亲自下厨煲汤 自言自语被八卦的母亲追问 转身逃跑 丰盛的午餐谎称免费的剩饭 自尊敏感的泱泱坚持要付账 她突然每一份欠下的盒饭 承诺等今后一并偿还 天阔还是第一次见没有阻隔的房间 泱泱说 聋哑人只有视觉 如果看不到就会不安 陈烈的奖状奖杯 都是姐姐优秀的证明 对小夕的骄傲甚于自己的成就 天阔更在乎孱弱的泱泱 还没来得及心疼 她又赶着要去下一份短工 点点红眉包裹细润如玉 隐含柔光若腻 眉眼寒春 虚火心血来潮 脑补天马行空 小夕的成绩进步明显 本能的寻找妹妹的笑容 却想起她此刻正为钱忙碌 泱泱坚持街头艺术 路人丢下一枚硬币 她便如苏醒的石像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像八音盒里不知疲倦旋转的人偶 想要靠近又被她捋捋溜走 你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匆匆走掉了吧 你开口闭口都是姐姐 你从来都不会想自己 反而害我更想起你 全身紫灰的石像女孩 黑色的眼珠一动不动 小夕训练后先行回家 翻看二女温馨的过往 留下声歌庭院 花间姐妹鞦韆 在幸福中入眠听不到门外的危险 火灾在楼中蔓延 妹妹又不在身边 此刻泱泱收获一天的努力 邀请天阔一桶晚餐 终于看到她第一次吃饱饭 付钱点数着一枚枚硬币 老板的不耐烦让天阔过意不去 起身支付了说好的餐费 男孩不明白女孩情绪的由来 被误会为瞧不起少女的寒碜 我靠一天的努力赚来的晚餐 凭什么不能让老板稍等一下 至于你我会将硬币换成纸币再给你 这世上最累的事情 莫过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碎了 还得自己动手把它粘起来 羊羊回家才知道姐姐因火灾而缺氧 小夕的意外令妹妹因为自己的晚归 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更坏的消息是姐姐因肺部受损 极大可能会影响游泳的发挥 失去羊羊消息的天阔 感觉失落和迷茫 她独自走在羊羊往常卖艺的街头 试图遇见一个不可能遇见的奇迹 街头的杂耍街舞墨具小丑 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表演 浮出汗水获取酬劳 天阔突然明白 可能正是因为自己一开始的梦浪 而失去了触手可及的缘分 小夕出院后 一时无法恢复状态 天阔也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听后的父亲一时无措 羊羊开始有意避着天阔 与其说她刻意避开 不如说她内心太想接近 天阔留下礼物独自离去 羊羊拆开是一只代表自己的水鸟 天阔孤独的时候都在跟心里的那个人说话 那些话成山成海 不知道该捡哪几句说 不知道和她在一起说什么 才能真实而确切地表达 最后的结果就是沉默沉默 小夕的成绩下落严重 四年的等待即将化成泡影 被撵走的泱泱看着树边男孩的提示 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 就是一片美丽的森林 世界末日来了 你要开始种树 地球上的雨林越来越少 水鸟也可能会灭绝 所以为了避免你的绝种 还是赶紧将眼前这棵树搬回家吧 你又想过 我们有可能水土不服吗 说不定有人希望我绝种 而你消失 天阔企图重新走进泱泱的生活 泱泱却始终不能确定 自己想要一棵什么样的树 而且此刻她更加在乎的是姐姐 小夕拖着醉酒的身体回家 她失去了残奥会的入选名单 泱泱内疚和小夕拒绝妹妹的道歉 我难过的不是我得不到金牌 而是我不能为你得到金牌 你牺牲一切为了我 才是我最最难过的 泱泱想着而使小夕对自己的照顾 如果有来生还要小夕做姐姐 没有一句台词 只有手与手碰撞时发出的清脆 听后的小夕却破涕为笑 要问姐妹做多久 心跳多久就多久 天阔可以守在电脑前 一遍遍的看那个灰色的头像 有没有亮起 洛基的背景下写满了思念 一句想你在天阔的嘴边 打了千万次的转转 最后还只能咽回肚子里 她现在还在那腾着 腐蚀着肠子腐蚀周围 它是一块永远也消化不了的石头 有棱有脚的个在那 动不动都疼 天阔和小夕都因为泱泱跑起来的跳脱 而把它比喻成水鸟 不同的是 天阔希望可以照顾这只水鸟 原来妹妹喜欢的男孩也是聋哑人 这个误会起源于他们的相处 从未开过口 小夕希望妹妹不要局限在自己的身边 水鸟应该自由翱翔 鼓励妹妹追逐自己的梦想 爱情和人生 同样这是对姐姐的一种认可和信任 天阔收到了泱泱的饭钱 从而垂头丧气 毕竟父母会在意少女不能说话 天阔吧 早一天我们去报名哪个熟语课好了 对对对 这样我的耳根也比较清静 母爱是一本终身无法读完的剧著 母爱是一本永远也飞不出的天空 天阔找遍了整座城市 夜晚来到了游泳馆 终于见到了泱泱 什么算喜欢 一次偶然的夜不能寐 还是无休无止 无日无夜的无望 一瞬间的怀念和永远的不能自拔 只是喜欢和更喜欢的差别 不说也罢 你说过看不见会不安 我向你保证 我会让你看见我对你的喜欢 羊羊又一次坐在男孩的后座 这回他终于搂住了他 不快的车速流淌着二人间的幸福 为了泱泱的到来 父母穿上完全不搭掉的正装 特意做了头发拿着翻页的小纸板 写上天阔爸爸天阔妈妈 两人笨拙的介绍却让泱泱心暖宁静 一直问到你愿意嫁给天阔吗 儿子赶忙抢走纸板 尴尬的埋怨 却听泱泱说 我愿意 一辈子沉默 只为听一句我愿意 两个互以为对方是残疾的正常人 第一次有了开口的机会 老爸问到了重点 之前的你们谈恋爱是谈些什么呀 我们不是用口的 我们是用手的 小时候姐姐问泱泱 钢琴是怎样的声音 泱泱听后发誓要给姐姐幸福 给她感受听到钢琴声般的快乐 想要对方快乐的共鸣 天阔也有 或许是不需要语言 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对方的心 她就能懂 水鸟的存钱罐多了好多 因为每想你一次 就丢一块钱进去 不知不觉 她就满了 天阔喜欢泱泱是寂静的 连语言都可以舍弃 它们之间只有干干净净的 尖默与存在 小夕决心放弃本届奥运 等待四年后再次起航 天阔赞成小夕的决定 像是泱泱为姐姐那般的摇旗呐喊 在她心里小夕已然就是冠军 四年后 跳水台前的姐姐 观战席上的妹妹 随着哨音与加油 爱情和梦想是很奇妙的事情 不用听 不用说 也不用被翻译 就能够感受到它 就像水下的阳光 那么起地多姿 迷幻飘忽的让人无法捉到 却让你真实的感受到温暖的传递 当天空终于晴朗 当梦想放心张扬 曾经期望也会害怕 其实我们也都一样 请给我勇气 当我每次想放弃 你的眼神是指引 是鼓励 没有喧嚣的电影 就像一杯温热的下午茶 庆人心脾 暖人未尝 手语代替的那一切 仿佛是割断了于这个世上的喧闹 一切变得沉浸而自然 阳光明媚 暖风拂面 我知于你面前 抬手 手心朝你 一切便静在不言 不语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巫师解说带影评 各界看完 停一停 万水千山总事情 点个关注 行不行 不胜感激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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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